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流年大运复刻 当你的八字 假如出现流年大运 他们是复刻的 而且他是没有被合的情况下 各位你要记得 看谁受伤 谁就会变差 所以当你的一个八字 出现大运流年 这两个复刻 结果他出现的是破财 基本上你那一年的财运就会差一点 同样的道理 大运流年复刻 假如他是破财 就是财运会差一点 纵使你的本命有来救 例如庚金克甲木 甲木受伤 这时候里面有润水来救 这种情况 其实甲木他还是一样会有伤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大运流年假如复刻的一种情况 就表示说受伤的那一个部分 他的一个运势就会比较差一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